大家好 讲到这个海上帝国的兴衰 咱中国人对此事是有切夫之痛 1840年鸦片战争 自我感觉极其良好的大清 被一个小小岛国应激力打得大败 自此之后天朝上国颜面无存 国家一次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大清打了多少次败仗 咱在这儿就不一一细讲了 但仔细观察会发现 每一次民族危机的加深 都是伴随着一个海上强国的入侵 1840年鸦片战争 英国的战舰从广州开到镇江 让清廷束手无策 1883年中法战争 法国几艘军舰一路沿江而上 把福建水师打得全军覆没 1894年甲午战争 堂堂大清在海战中败给了小日本 自此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变局 这么几仗打下来 再顽固的人也知道睁眼看世界 面对一个个武装到牙齿的 近现代海军国家 不少人在问 怎么咱们中国已经砸锅卖铁 买了最好的军舰 还是打不过小日本 到底缺在哪 西方历史上海洋比重是非常强大的 很多文明都是依附海洋而生 靠海洋传播 而咱们中国历史上 怎么就那么不重视航海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光讲制度是不够的 地理其实是最重要的因素 咱们知道中国濒临太平洋 但这个洋太大了 别说跨越的 就算从中国渡海到日本 在没有近代航海技术以前 也是九死一生 航海传统总得从零开始慢慢建立吧 咱们中国人的祖先一开始面对的 就是横渡太平洋的挑战 这个难度太高 中国的先人们自觉的选择物农 而不是航海 完全是情有可原的 这个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海洋文明和农耕文明是有天然差距的 是两种生态 由此可见 要想让一个民族发展出航海的传统 得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他们一开始航行的大海 是新人容易上手的 这样的海 在全世界打的灯笼都难找 所以很多民族 就算很早就开始学造船 也有航海的行为 但始终没有把航海变成他们的传统 你想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人 从古至今 他们一直在造独木舟 甚至会观星导航 从夏威夷一直航行到新西兰 但是他们要航行的路线太长 经过的岛屿都是蛮荒之力 所以虽然这些人的航海技术让人惊叹 但是并没有发展出航海的传统 不过呢 刚才咱讲 新人容易上手的大海 虽然在全世界打的灯笼也难找 但还是有的 这就是地中海 这片海域被这个欧亚非三周环报 基本上是个内海 或者叫陆间海 相对风平浪静 而这周围的陆地呢 蜿蜒曲折 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始航行 到达新的陆地 在风向合适的时候 时间都不会超过两天 最最最重要的是 人类一开始的文明 古埃及古巴比伦 都是挨着地中海的 不同文明之间需要交流沟通 这就给人类最早的航海创造了条件 事实上也正是从地中海开始 人类迈出了航海的第一步 而地中海呢 成为人类海洋文明的摇篮 是当之无愧的 提到海洋文明的序幕 航海家之族 字母之族 商人之族 熟悉的朋友们一定会想到 非尼基人 在西方传统意义上 非尼基人是公认最早玩转海洋的商人 在西方文明中有无可辩驳的崇高地位 最近有些学者 你比如说牛津大学的教授约瑟芬奎恩 在很多著作中宣称了 所谓的非尼基人从来没有真正的存在过 他说非尼基人是具有特定身份 历史和文化的凝聚性的航海民族这个观念 翻译一下呢 就是说根本不存在非尼基人这个民族 所谓的非尼基人呢 只是当时人们对航海民族的统称 这说法一出引起悬然大波 因为非尼基人是西方海洋文明的老祖宗 你说他们不存在 这不就是刨西方文明祖坟吗 这个观点对不对 咱们这个专辑就不在这个浪里面折腾了 不过呢 这个说法之所以吸引人 本质上是因为非尼基人太重要 拿他们当靶子 不管怎么说都足够吸睛吸引人的眼球 非尼基人为什么重要 这么说吧 他是世界文明中第一个 以航海和商业立国的文明 在他出现之前的文明 你比如古埃及古巴比伦 都是占据河流下游的肥沃土地 以农业立国 一小撮精英高高在上 整天装身弄滚 喜球上舱风调雨顺 一大帮农民坑坑成吃苦里刨食 灌溉耕种 但非尼基人不一样 最早零散的分布在地中海沿岸 指望农业早饿死了 为了生存 早早学会了造船航海 在各个文明之间当岛爷 而地中海也足够仁慈 非尼基人的海上商业 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自从人类开始海上飘 商业就升级了 非尼基在古希腊文里的意思是 紫红之国 这个名字就能看出当时别的文明 对他们有多眼红 在当时技术不发达 大家穿的衣服基本上就是原色 谁要是能穿一件紫袍 简直就是惊为天人 古罗马那会儿 凯撒有意思穿着紫袍看戏 整个罗马城沸腾 可见紫色染料在当时是什么地位 这个不仅在西方这样 东方也是这样 中国古代的官员最高级别 也是穿紫袍 后来有人发现 有一个地方的人生产的紫红色染色布料 不会褪色 于是大家都向他们买这种布 并且称这群人为紫红色的人 也就是非尼基人 非尼基人的紫色染料是从哪来的呢 是从一种海螺身上提取的染料 非尼基人在地中海边上发现了一种海螺 从埃及和小亚西亚学会了染料提取 再通过贸易把染色的布卖给希腊罗马 就这么着 航海和贸易让非尼基人可以博彩众家之长 成了地中海的大赢家 后来他们是在非洲建立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国家 叫加太基 当然了加太基有很多故事 咱以后慢慢讲 非尼基人的文明在当时非常先进 这都是因为商业他们为什么发明字母 因为商业频繁往来 没时间写那么多的符号 每次出个货都跟鬼画符 画上各种各样的图像 太浪费时间了 于是非尼基人就发明了简单的字母 追根到底 这伟大的发明还是为了经商 当然 商业给非尼基人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和字母 出海冒险有很多不确定性 这跟种地完全不同 所以他们的社会结构 跟埃及巴比伦的等级制度完全不同 比较松散和平等 这样的特征不止非尼基人如此 后来古希腊 古罗马 毗邻地中海 也被深深打上了航海和商业的烙印 古希腊留下的传说故事很多 所以咱们玩转海洋的商人 就从古希腊讲起 绕不开的就是特洛伊的故事 特洛伊传说的故事 大家听说过 海伦的金苹果啦 特洛伊的木马啦 等等等等 我就不在这废话了 河马史诗当中 特洛伊战争的起源是因为美女海伦 也就是说为了一个娘们 希腊城邦跟特洛伊打了十年的仗 但是神话传说 真就是神话传说 特洛伊战争历经十年 就这么简单 那小娘们也打成老娘们了 其实这里边的根源还是商业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皆为利往 以特洛伊城地理位置来看 小亚西亚东北海岸 正好扼住达达尼尔海峡和爱秦海的街口 要知道当时这个地方是进入黑海的通道 简单理解 就是整个地中海通向黑海的航运 都掌控在特洛伊人的手中 黑海沿岸自古就是粮食的重要产地 靠贸易为生的古希腊能放过这儿吗 你琢磨琢磨 所以特洛伊战争本质上就是希腊人为了治海权 为了贸易而开战 这才是特洛伊战争的真相 也是故事能立足的根本 希腊人一掌握治海权 慢慢恢复战争带来的损耗 大力发展海上势力 营造了辉煌的古希腊文明 当然了 希腊就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 各个城邦组成 城邦跟城邦之间因为利益也纷争不断 什么雅典啦 斯巴达呀 马其顿啦 之间也是纷争不断 都想做老大导致互相牵制 但是这就跟一个班里的前五名 互相争着提高成绩一样 今儿你第一名我第一 咱们都是一个班 怎么着咱们班都是年纪第一 无伤大雅 但是要是有别的班 该跟咱们班较量 那就是大事 外敌不能忍 那么希腊当时的外敌是谁呢 波斯帝国 当时的波斯帝国 有一个特别牛逼的皇帝 叫大刘士一世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波斯第一帝国 叫阿契美尼德王朝 现在提到他呀 可能知道的人不多 但是呢 这绝对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东到印度河流域 西到撒哈拉沙漠 西南包括整个埃及 在当时秦始皇还没有统一中国 所以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超级大帝国 帝国统治的逻辑总是相似的 那就是君主一个人 要有绝对的权威 这个权威要体现在方方面面 包括政治权和财政权 大刘士一世 为了把帝国所有的钱财收归己有 制定了统一的货币制度 规定只有王室铸造的金币才能流行全国 各个行省只能造银币 只能在本省流通 金币的正面是大刘士一世本人的头像 背面呢是一个弓箭手战士的像 这种金币被称为大刘克 公元前六世纪末 相当于咱们中国的春秋时代 它就统一了货币 这简直是统治者中的战斗机 接下来战斗机就更厉害了 咱们有句话怎么说呢 要想赴先修路 大刘士一世就是这么干的 它在帝国境内修筑大道 把首都和各个省连接起来 最长的一条路 从苏萨通到了爱琴海海岸 足足有2500公里 什么概念 现如今咱们京藏高速全长3700 中国最长的高速G30连货高速 横贯中国东中西部途经六个省 一带一路的重要交通大动脉 被称为现代丝绸之路 4300 现在什么年代 在当时这成就就太响当当的了 修建了发达的交通之后 为了促进帝国贸易 大刘士一世在沿途设立站点 派专门的士兵管理 保护商旅行人免遭抢劫 一顿猛如虎的操作之下 波斯和印度和地中海各国的贸易 很快的发展起来 表面上看 大刘士一世修路 保护商旅是为了促进贸易 但他这么做的本质 是希望让商人们这些韭菜 长得更壮实 自己搁起来更爽 他促进贸易的本质 跟希腊那种海洋贸易立国 有本质区别 说穿了 希腊和波斯在价值观上的矛盾 不可调和 而且随着波斯帝国 版图越来越大 大刘士一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 地中海的花花世界 他看着眼馋死了 凭什么这里的贸易 只能是希腊人的 朕是什么 朕就是天 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朕办不到的 现在朕要希腊人从地中海滚蛋 这里的贸易只能由波斯人来做 最后贸易所得都是朕的 所以在大刘士一世看来 这只是完成帝国大一统 最后一个微不足道的步骤 由此就拉开了波斯和希腊 冲突的序幕 公元前513年 大刘士一世打造了数百艘战舰 召集了七万步兵横渡波斯普鲁斯海峡 一年之后 波斯帝国降服了刚刚开启文明之门的马其顿 这相当于把希腊班级里的小弟给收了 还把希腊与黑海沿岸一带之间的贸易线给断了 这么一来 那一代的希腊储粮都被收了 这一下希腊就怒了 抢我小弟 夺我灵石 断我财路 灭绝失态都没拟绝 你呀干嘛呀 于是希腊就找到了原来自己殖民的城邦 跟他们讲说波斯欺负你们 你们不会反抗吗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城城 反抗 我给你们当后盾 于是小亚西亚地区的希腊殖民城邦就开始反抗波斯 雅典派了25艘战舰支援小弟 波斯一看就这个 你们希腊最牛的城邦雅典 实力就这个25艘战舰 搞笑了你们 所以波斯分分钟就解决了战斗 秒杀了这个希腊 镇压了殖民城邦的起义 并且借着雅典支援战争的摇头 就开始理直气壮的把矛头对准了雅典 自此到公元前四世纪 希腊文明遭受了波斯帝国来势汹汹的三次战争 这就是著名的三次西波战争 那么这三次战争的过程如何呢 希腊文明会不会被波斯给灭了呢 咱们下一集接着讲 Le Finn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